要來做一些液態肥 那個液態肥促進我的五花果 可以果子長得多一點 那我準備了什麼呢 我準備的就是骨粉 然後再來一些是黃豆薄 這些其實在網路上都買得到 黃豆薄 再來最重要的靈魂人物 這個叫做糖蜜 那大概比例怎麼樣呢 那跟大家講一下 大概這個碗工 果粉 一碗工 果粉就是一碗工 然後這也大一碗工 大概一碗工 然後再來就是加這個靈魂那個糖蜜 因為這個吃飯的碗 因為比較大一點 那就是小碗就一碗 這個碗比較大 所以你大概裝個半碗的糖蜜 你就可以去調配 那我那時候弄的筒子 是將近就是20公升的那個筒子來做 這個就是油漆的筒子 油漆的大筒的油漆的話 這個大概就是20公升 那之前有先做了一些嘛 那說給大家 夏天的話是兩個禮拜 冬天可能就會久一點 那做育肥最怕就是發臭 那像我們這幾桶 有的已經做快兩個禮拜了 那我們先來看做比較久的 這一個 對 來給大家看喔 這個 來看一下 這來個特寫好了 對 那時候還做一個攪拌棒 攪拌棒 這是用體式通接頭當攪拌棒 來先看一下表面 表面 有沒有它有一種磨的感覺 白色的霧霧的這個菌膜 有沒有這個一層 菌膜 然後我們每天就要攪拌一下 這樣子 那你聞一下味道現在怎麼樣 要低一點 就是那個黑糖 那個糖蜜 對對對 蜜 糖蜜的香 對對對 那種菇粉 豆粉哪有不錯的道理 對 根本就是 包括咖外渣都臭死了 以前是用什麼 是芝麻薄嗎 那個好臭喔 芝麻薄也很臭 擺半年 然後擺到半年 它會吸乾 頂多是兩三個禮拜就要用了 讓你擺半年擺到不臭 他們是有想說 一般大概兩個禮拜 天氣好大是不是 天氣是大概兩個禮拜吧 對 熱一點的話 兩個禮拜就成熟了 那各位看我們做做這麼大桶的 這麼濃度高的這麼多 好像我們家裡有好幾幾甲的果園要用一樣 哈哈哈哈 沒有 因為那天拿了就是 它那個新鮮的那個黃豆薄 太多了 太多你不做起來不行啊 事實上我們沒有做那麼多 只要做一桶 因為跟老闆要他說這一袋都給你 你又不好意思說只拿一點點 對 那叫我們全部拿 所以 拿回來就這麼多 那拿回來你想要說曬乾也不行 因為會發霉 那今天下雨 我本來就想說曬乾 結果不行發霉 那各位就知道 為什麼我第一桶後面這四桶有個差距 就是那時候想把剩下拿來曬一曬 收起來就不行 所以後來才會把後面四桶也都做起來 對 是這樣來的時間上才會有差 對 就這樣 這樣可能大概擺個第一桶到兩三個禮拜就可以用了吧 對 外的話大概兩個禮拜 兩個多禮拜就可以用了 對 那各位如果 有種果樹的人 就可以自己嘗試著 用果粉跟這些豆渣 對 來做一個 效果還不錯的 有機肥 對